同样是死亡车祸看到新美市一名男子呢 在前天晚上参加公司尾牙聚餐之后呢 他担心自己喝了酒酒驾闯祸 特别还先住在朋友家 没想到隔天早上他骑车回家的途中呢 疑似超车不小心摔车滑行 结果惨遭对象的酒驾的沙石车碾过惨死 而巧合的是呢 这一名沙石车司机也是前一天晚上才刚吃完尾牙 这台机车 这一部机车 从两部机车中穿越之后 打滑失控 黄色重型机车从两部车中间钻出 看起来想要抽车却不小心打滑失控 摔车滑到对象车道 被刚好开过来的沙石车当场碾毙 沙石车司机是参加公司的尾牙聚餐 前一晚参加公司的尾牙聚餐 之后可能是他有休息 之后我们打算测出来 还是有残余的酒精反应 44岁的沙石车驾驶周测值0.22 已经超过新的0.15规定 被依公共危险罪移送 但这对丧命歧视的家属而言 于是无补 因为这已经是家里第二个 因为车祸而往生的孩子 家属本身有两个儿子 前一名儿子也是因为车祸意外 如今遇到第二名儿子也是一样 遭逢这个也是车祸事故上升 家属情绪蛮激动 家中本来有三名子女 现在只剩下一名女儿 做父母的无法接受 儿子去吃尾牙喝酒不敢骑车 在朋友家休息了一夜 等到隔天才回家 却还是发生悲剧 准讯无敌热尘曼威新北市采访报道